外送員訂單皆滿滿 但是取餐地點無奇不有 竟然從新北市的三重 要到金門去取餐 公司去回覆 都在範圍內 若不取餐 將會進行處分 讓外送員王先生相當的生氣 而相同的離奇訂單 也讓其他的外送員都PO上網 光是車程就要三個小時 讓人怒批 難道是要搭船搭飛機嗎 整庄出發 外送員接訂單 下雨天也使命必達 休旦 現在想要取餐 竟然還得搭船搭飛機 實在讓他氣炸了 他說符合送餐標準 叫我要儘快將訂單送找 對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到底在幹嘛 台北送金門 請問怎麼送 最後講說 如果你不接受這張訂單的話 就會被處罰 就會停權30分鐘 王先生曾接過三重到金門的訂單 打去店家詢問地點確實沒錯 弄問公司這船費到底誰出 竟然遭到客服人員推卸責任 要他詢問其他部門 進了群組啊 就一直在問我說 你是不是有接到金門的單 我說對 我有接過 因為最近很多人都有接到 對 我覺得很誇張 那我在想說會不會是因為 那個系統APP的系統 去出問題 譬如說定位的方式 可能就有出錯 不只他 最近又有人發生同樣問題 看看這發文 取餐地點又出現在金門 光是取餐要一個多小時 加上送餐時間多達三小時 獎勵金竟然只有百元 讓圓PO越看越傻眼 底下討論度更是高度 牧批平台到底什麼意思 因為我會覺得離這麼遠 而且畢竟過去金門也是需要 就是飛機啊 或者是船之類的 我會覺得這樣真的有點誇張 不會 因為我會覺得這樣真的很麻煩 太清楚了 對 不僅當事人大嘆誇張 就連一般的民眾也為此打抱不平 誇張遠距離不稀奇 渡河訂單 勇闖台北島 甚至送到沒人住的墓園 統統有 只能說這年頭前 實在難賺 真的是辛苦了 記者梁立蘇智杰 新北採訪報導